文化旅游区来了不少外国友人 他们是哈萨克斯坦电影 至少在电影里设置组的成员们 设置过程中 大家对古城临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对这里丰富的中国元素连连称赞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哈萨克斯坦电影 在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拍摄现场 这部影片是系列电影 至少在电影里的第三部 故事的剧情就是一个叫海拉提的男主人公 他来到中国就是想找中药 去医治他的病危的母亲 然后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些艰难坎坷 后来被少林寺的子弟救了他 然后在少林寺里学习中国的功夫哲学 学了一些人生的道理 据了解哈萨克斯坦电影 至少在电影里 类似我国的人在窘图系列电影 在其国内拥有极佳的票房号召力 影片第一部主要在哈萨克斯坦本国拍摄 第二部跨境到了泰国 此次则是把拍摄地选在了中国 首先感谢临海市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也感谢这条街道的负责人 他说我们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专门派了专人来 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拍摄 尤其是我们选的几个景 他们马上就开始协调 对然后今天他说我相信我们可以顺利的